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好!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这些词语,同学们还记得吗? 请你们大声地读一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敬业 思念 床前 月光 疑问 举头 远望 一头 故乡 同学们,你们都读对了吗? 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古诗 敬业思 首先请同学们自由地读一读课文 想一想,除了课题中的夜,还有哪个词语告诉了我们诗人写这首诗的时间呢? 同学们,你们读得非常认真,你们知道还有哪个词语告诉了我们诗人是晚上写下这首诗的呢? 是的,你们的小眼睛可真亮,就是明月这个词。 诗中几次提到明月呀? 没错,两次。 明月一直是诗人们喜欢写作的话题。 明月是人们对思念的一种寄托。 同学们,在你们的眼里,月光是什么样的呢? 是啊,在我们的眼里,月光如水,非常优美。 那在诗人的眼里,月光又有什么不同呢? 请同学们,读一读这两行诗,然后告诉老师。 同学们,诗人眼里的月光是什么样的呢? 是呀,在诗人的眼里,月光洒在地上,就像是铺上了一层白霜。 同学们,你们看,这就是霜。 什么时候会出现霜呢? 霜就是天冷的时候,附在地面或植物上的一层白白的冰晶,跟雪类似。 为什么这卤水的月光,在诗人的眼里就变成了冰霜呢? 原来,诗人李白一个人漂泊在外,很孤单,很难过。 人们喜欢用月光来表达思念之情,也常用霜来表达悲伤的心情。 于是,这双字就多了几分沉重的感觉。 同学们,请你们认真地听老师读。 床前明月光,一世地上霜。 同学们,请你们带上思念,读一读这两行诗吧。 同学们,你们都读到诗人的心里去了。 诗人再一次有明月来表达他的思念。 请同学们,读一读这两行诗。 想一想,诗人到底是思念着哪个地方,哪些人呢? 同学们,你们知道诗人思念的是哪个地方,哪些人呢? 同学们真会读书。 诗人思念的是自己的家乡,自己的亲人。 他直接地告诉我们,他是在思念。 你怎么会认识的那种人吗? 同学们,你怎么会认识的那种人。 因为这道理会是一心。 这道理会是我要用删造的。 それ当理有。 100块钱,你怎么会认识的。 举头 低头 同学们,你们眼里的月亮是什么样的呢? 是啊,在我们的眼里,月亮有弯弯的,有半圆形的,还有圆圆的。 在我们中国,圆圆的月亮象征着团圆。 在这样一个安静的夜晚,月亮是圆圆的。 诗人却一个人漂泊在外。 他是多么孤独,多么难过,多么思念,亲人呀。 于是他迎送道,举头,低头。 同学们,如果现在你就是大诗人李白,离开了自己的爸爸妈妈,离开了亲人远离故乡。 在这样一个静静的夜晚,望着天边那轮明月,你会想些什么呢? 你是不是会思念自己的爸爸妈妈? 你是不是会想起亲人? 你是不是也会像诗人一样,把自己的思念画作诗句? 一头思故乡。 思故乡呀,思故乡。 思故乡。 在这明月的暗夜晚,世人会思念什么? 是啊,她会思念家乡的爸爸妈妈。 会思念家乡的轻悟 此刻望着一轮明月 她想起了她年迈的父亲 不由的引导 闯洁 无事 举头 低头 诗人还会思念什么呢 是啊 她会思念家乡的山 家乡的水 家乡的土地 此刻望着这轮明月 她想起了家乡的一草一木 不由的引导 同学们 诗人还会思念什么呢 是吗 她会思念曾经的同学 老师会思念曾经美好的食物 此刻望着一轮明月 她想起了曾经朝夕相处的老师 同学不由的引导 窗前明月光 一头思故乡 同学们 此时此刻 你的心情怎么样 会不会有一点伤心难过 看样子 我们也可以成为一名小诗人了 诗人吟诗就像唱歌一样 著名作曲家 古建芬芬芬老师 给这首诗 谱上了曲子 把它变成了一首歌 现在 老师就请你们 一起来欣赏 这首思相曲 敬夜思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学们 学到这里 老师相信你们一定会背这首诗了吧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背这首诗吧 敬夜思 同学们 你们都会背这首诗了 你们的表现真棒 同学们 故乡是无忧无虑的童年 是父母的叮嚣 是父母的叮嚣 与梦想 每当 夜深的 明天雨后 望着 天边的一轮明月 很多著名的 很多著名的诗人都写下了自己 丝乡是 丝骨香 丝骨香 是王安石眼里的春风又与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欢 丝骨香 丝骨香 是杜甫底下的 木丛金叶白 月是 布香 丝骨香 是诗人 王剑心中的 金叶月鸣 人尽望 不知秋思 落谁家 故乡 是牵动人们心头的一根弦 无论我们 故乡 都一直 躺在我们的心前 同学们 这节课 我们不仅要会读 会背这首诗 我们还要会写身字 我们先来看到 这节课要写的第一个身字 光 请同学们跟老师读 光 光 首先 请同学们仔细观察 光 在填字格中书写时 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是啊 同学们提醒的非常好 光是上下结构 在书写的时候 要注意 上半部分 我们先写中间的树 再写两边的扁和撇 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光是怎样写成的呢 我们再看一遍 我们再看一遍 树 点 撇 横 撇 树 弯钩 现在 请同学们伸出小手 和老师一起书写 树 是上下结构 上半部分 先写中间的树 再写两边的点和撇 点和撇向中间靠拢 这一横 从横中线上起笔 略微上扬 最后一笔树弯钩 紧贴树中线起笔 接下来 请同学们在填字格中 写一个光字 在写字的时候 要注意姿势哟 开始吧 同学们都写好了吗 现在给你们写的光字 做个评价吧 笔画笔顺正确 得一颗星 字写的工整 漂亮 得两颗星 同学们 你们得到了几颗星呢 光可以组词 月光 亮光 请你们读一读 接下来 我们来看到 这一个要写的生字 一 请同学们跟老师读 一 一 一 首先 请同学们仔细观察 一 在填字格中 书写的时候 应该注意什么呢 是呀 同学们说的对 一是左右结构 左窄右宽的字 它的偏旁是单人旁 在书写的时候 要注意最后一笔是点 接下来 请同学们仔细地观察 一 是怎样写成的呢 我们再看一遍 铁 树 铁 树 提 横 斜 钩 点 现在 请同学们伸出小手 和老师一起书写 一 是左右结构 左窄 右宽 右边第二笔是 竖亭 最后一笔是 点 接下来 请同学们在填字格中 写一个 一字 在书写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笔顺哦 开始吧 同学们都写好了吗 来给你们写的字做个评价吧 笔画笔顺正确得一颗星 字写的工整 漂亮得两颗星 老师希望你们都能得两颗星哦 低 还可以组辞低头 高低 请同学们读一读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看到这节课要写的第三个字 顾 请同学们跟老师读 顾 顾 首先 请同学们仔细观察 顾在填字格中书写时 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是啊 顾 是左右结构 偏旁是 反文旁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顾是怎样写成的 我们再看一遍 横 竖 竖 横 折 横 铁 横 铁 那 现在 请同学们伸出小手 和老师一起书写 顾是左右结构 左右 等宽的字 左边骨字第一笔 从横中线起笔 下边的口字要写得上宽 下窄 右边反文旁的铁 穿插到左边骨字横的下边 最后一笔纳要写得舒展 现在请同学们在填字格中写一个 顾 表列于好了 同学们 给你们写的顾对 固子做个评价吧。 同学们,你们这一次又得到了几颗星呢? 固可以组词固乡故事,请你们读一读。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节课要写的第四个字,香。 首先,请同学们仔细观察,香在填字格中书写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同学们的小眼睛可真亮。 香是读体字,一笔撇折从竖中线上起笔。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香是怎样写成的。 我们再看一遍。 铁折,铁折,铁。 现在,请同学们伸出小手和老师一起书写吧。 香是读体字,第一笔撇折从竖中线上起笔。 最后一笔撇要写的稍微长一些。 现在,请同学们在填字格中写一个香字。 同学们写字的时候非常专注。 这一次你们写的香字又能得几颗星呢? 是不是都得到了两颗星呢? 香可以组词,香情,香村。 请同学们读一读。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学习了敬业丝,感受到了李白望着明月思念故乡的情感。 老师相信课后,你们一定能把敬业丝背给爸爸妈妈听。 一定能把这节课学写的生字每个写三遍。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再见!